首先这个造型 这个头型是因为新剧 对 这个新剧给大家也介绍一下吧 号手就位 号手就位讲的是关于火箭军的一个题材的一个故事 是以一个以当下年轻大学生的一个视角 进入到这个神圣 而又比较神秘的一个部队里面 然后展开的一系列的事情 那你觉得你自己身上和这个下桌相似的一些点是什么呢 相似的 没有太多相似的 为什么呢 他是一个超级大脑 对 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人 我这个跟他就完全不太一样 然后 但是性格上有没有相似的地方 性格呀 不太多 不太多 他比较的 值吧 我觉得 然后因为他是一个大学生 然后他没有太多的社会经验 然后他更多的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思考 然后去做事情 然后有一帮自己的好兄弟在旁边帮助他 对 其实你刚也说了是一个火箭军题材的剧 那其实这个剧在目前国内还是比较少的 第一部 第一部嘛 对 所以那你觉得你一开始跟这个剧本邂逅的一个原因 包括说这个角色或这个剧本哪个地方是最吸引到你的你想要尝试 首先军事题材的我还没有拍过 然后这又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一个兵种 火箭军 加上其实我看剧本的时候 我觉得台词非常的有意思 它不像是 以往我们所看的军旅题材的那种很 就是那种感觉 比较严肃 这个他 因为毕竟是以大学生的视角来展开的 他当中会有很多有趣的一些台词 还有比较生活化的一些事情 然后一个大学生他进入到部队 他肯定也会有一些冲突 在想法上面 因为你毕竟要去适应部队的生活 然后中间就会产生很多的矛盾点 我觉得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更多的人能够通过这样的感觉 这样的切入点能够更能够去了解部队的生活 新版图大拷问李一峰来挑战 第一题 演员李一峰想对歌手李一峰说什么 转行演戏吧 转行演戏吧 想对那些蹲着李一峰十八公格自拍的粉丝说什么 十八公格 你不知道微博可以发那么多照片了吗 我不知道 好那你想对他们说 他们想看你的照片 那就 特别是自拍 我觉得我九公格都很难 我觉得十八公格好像 真的不太可能实现 好难 尽量 好我太难了 分别用手表描述一下妈妈和女朋友 你会怎么描述 妈妈就像表带一样 爱护着人 女朋友就像 秒针一样 围绕在我身边 哇 哇 有没有感觉像在思维回客 我觉得有点在 在 花言巧语 突围情话了 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是 秋冬必备的时尚单品 秋冬 嗯 毛线帽吧 毛线帽 嗯 好 OK 接下来下一个问题是 如何提醒女生的装滑 就你装滑了呀 就这么直接啊 对啊 真的 比如说她 就牙齿上蹭到了火红的时候 你会怎么说 你牙齿上有火红 嗯 好 真的够直接啊 对 下一个问题 你觉得你能抱得起多少斤的女生 抱得起多少斤的女生 风格快文快大 一百多斤吧 一百多斤 你知道这个问题的间接意思是什么吗 是什么 你觉得多少斤的女生算重 多少斤的女生算重 那得看她身高是多少 你真的太直接了 我只能说 是吗 这个问题呢 是有点求生欲的 多少斤的女生都不算重 所以你会这样回答吗 我觉得不能 不能 不能欺骗 嗯 不能欺骗他们 好 我觉得他们要认识到好的身材 是不是靠欺骗来的 OK 如果李一峰和蜜蜂都掉水里了 你会让别人先救谁 救 救我 因为有我才有蜜蜂 哇 很棒 很棒 想对自己的战绩 或者是修图师 提一个怎么样的小劲呢 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找一些好一点的角度 然后尽量手不要抖 拍的把我的真实度拍出来 真实帅是吧 对 好 OK 没问题 首先是一个场景关键词 有三个 婚礼现场 机场和演唱会舞台 你想怎么选 选 选选选选选选选机场 机场 好 那情景关键词 他的目的去结婚 追星 约会 再选一个 约会吧 约会 去机场约会 好 搭配对象是跟谁 离风 蜜蜜蜂和下桌 那只能跟蜜蜂了吧 他只能跟蜜蜂 你去机场约会 不就只能 那就 那就 那就他蜜蜂吧 好 蜜蜂 好 那你觉得你会怎么样搭配 这件衣服 你要去机场和蜜蜂们约会的你 会怎么搭配 那不就是我平时那样的吗 好 然后你选好以后 可以把它贴在上面 我可以帮你扶着 好嘞 好 好 这是 这是这个 你这搭配 你这搭配 蜂衣搭配了 运动裤 不是这样 对 对 打了个蝴蝶结还 哈哈哈哈哈哈 我有吃饭 哈哈哈哈 然后 接下来 鞋 鞋 有好多鞋 小鞋都是 还有靴子呢 现在你觉得还差点什么 还有帽子 我觉得还行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 哦 我懂了 因为是跟蜜蜂一起去约会 所以效果是不一样的 可以哈 对可以沿着他脑袋贴 这身造型独特 好 我觉得这个就是 就比较 温暖吧 嗯 然后比较 舒适 对不对 对 而且 约会 就是显得很有活力 又不是那么正式 所以你平时会这样穿吗 会啊 我平时会这样穿 大衣里面穿运动裤 穿上靴子 哈哈 我对风哥有了全新的认识 哈哈 我觉得还挺好的 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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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自己的这个风味 好 那现在这样子 因为现在你没有戴眼镜嘛 所以如果说让你在这个脸部 来自己DIY一个 创作一个 画一个 你会怎么画 那我还是把眼镜戴上 哈哈哈哈 好好好 OK 那这样子 在这幅画上面 来 风哥 给我们签个名吧 就是说这是李怡峰的 穿搭小剧场 就是属于专属的 然后这个呢 我们到时也会送给粉丝 作为福利 还是创作几笔啊 嘴 嘴 嘴 鼻子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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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我们可以看我们的镜头 我们来拍张照吧 我们就这个风哥的创作 原创 原创衣橱小剧场 希望你能喜欢 supplied 台湾 收雏 山丹 山丹 сят lifes